短时间内平靡来回油站天油 怀疑将金天油走私到邻国 四辆走私集团的轿车 在吉兰丹道北一家油站天油时 遭执法人员识破 冲攻 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总监阿兹曼说 执法人员乔装成路人 观察了半个小时后 昨天早上9点半突击道北一家油站 四名正在天油的司机 发现执法人员之后汽车不顾 拔腿就跑 一些逃到了附近的草丛躲避 阿兹曼指出执法人员充公了两辆宝藤赛家 一辆鲜辈式赛家 还有一辆宝藤威拉 起货250公升津贴油 初步调查发现 所有嫌犯每一次到油站天油 都是天购一般的油量 但是却频密来回多家的油站 让执法单位起疑 除了嫌犯 油站业者也将在1961年 管制凭法令下受到对付